第一军情作者 折戈者这个世界上似乎从来就不缺少胆大包天的人和组织伊斯兰国的一个奔知机构 刚刚公然宣称要针对俄罗斯展开活动 并且凝目张胆地称普京是我们的敌人对俄罗斯发出威胁 敢于公开威胁俄罗斯并且公然脸明普京总统为敌人 这样一个组织的打量和能量显然不能小看 英国泰晤士报发布最新消息称 这是一个名为谢赫曼苏尔营的武装团伙 主要成员是在乌克兰从事反俄行动的一些车陈级武装人员 他们曾在雪利亚和伊拉克等地接受过IS训练 并与IS该保持密切联系 在目前的乌克兰境内十分活跃 有媒体披露 该组织不少声音谈言 曾参加过两次车陈战争 以及别弗兰人质事件 莫斯科剧院恐袭事件在内的多起恐怖活动 谢赫曼苏尔营 至今是俄罗斯魏斯迪 他的头目公开声称 普京是我们的敌人 俄罗斯与车陈武装分子的恩怨由来已久 前些年 在俄罗斯沉重打击下 车陈武装分子受到致命打击 但他们也在俄罗斯境内 制造了多起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 普京总统表示 无论他们恐怖分子藏身何处 我们都会追捕他们 不放过世界的任何角落 要隧道惩罚 普京上任后 俄罗斯反恐行动十分坚决 不仅致力缴杀境内的恐怖分子 还直接出兵叙利亚打击极端组织的伊斯兰国 为缴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势力 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俄罗斯政府以及 以折尘总统卡德罗夫领导的军队的持续打击下 被高加索地区的分裂和恐怖活动前些年转入低潮 许多恐怖分子被迫向其他国家转移求生存 当然俄军的行动也遭到了车陈武装贩子和伊斯兰国势力的极端仇恨 在伊斯兰国崛起于中东之时 不少车陈武装贩子流寸过去接受训练 并从事作战行动 伊斯兰国覆灭之际 他们又开始向俄罗斯周边地区流窜 目前 谢赫曼苏尔云的主要活动地点在乌克兰境内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提供的消息 该组织与乌克兰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乌军方有时甚至会向他们求助 有报道车 这个组织之所以能在乌克兰境内立足 很大原因在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敌对与冲突 英国卫报披露 早在2014年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爆发后不久 谢赫曼苏尔云即在乌境内成立并参战 或许正是基于强烈的反额倾向 乌克兰政府才会对七成员的IS背景和恐惧经历视而不见 还在一定程度上 默许他们在乌境内活动 也正是在俄乌冲突和乌克兰东部持续混乱的背景下 这些恐怖分子正在寻求可乘之机 公开威胁俄罗斯并向普京总统交版 便显示出了他的嚣张气焰 由于这些恐怖分子 普遍具备于美俄等国军对作 这样的经历和经验 在回流本土后 又能发挥语言和亲属关系优势 一旦在这一地区扎根 带来的恐怖危险不容小觑 当然 这些恐怖分子也十分忌惮普京 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打击恐怖分子的决心 毕竟 普京曾说过 我们到处追捕恐怖分子 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 如果在厕所追到了 就把他们密死在马桶里 那么 如果他们真的感动俄罗斯 恐怕就要做好承受普京雷霆之路 和俄军泰山压顶的打击准备了 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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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好了 随时 一公里 谁让他这样 一公里 乱 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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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